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奧地利的社會 很多網友問我 貝爾和萊安兩個南方狗 來一來奧地利後 怕不怕冷,喜歡不喜歡 今天,我給你們看一下吧 你們急不急東?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蛤? 今天我們就去玩學 直接開吃20分鐘 就到了 我們終於到了 現在給你們看一下我們今天做什麼 我們去 Sledging Sledging Gen 我們要把這個放我的鞋子 Bikes 因為 比較Slippery 奧地利西部 23地區 東京有很多滑雪礁的滑道 幾乎都是免費的 只要輔停除非 騎騎帶或出雪礁 就可以去滑雪礁了 如果選要做浪赤 去到山林的滑道 那就還要買浪赤票 今天我選的這個地方 只要徒步走 大約40分鐘到山頂 我比較喜歡這個滑雪礁的地方 因為上去的和下去的路 是分開的 所以比較安全 雖然滑雪礁 老少結疑 用礁少吃 但還是要注意安全 有的路線是花道和山上的人 共享一條路的 走上去時就要注意 避開下來的雪礁 今天這個地方比較好 很適合帶著狗狗或老人小孩來玩 我也帶了很多狗狗零食給他們吃 這個是狗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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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會很多熱量 走這個山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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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貝爾和萊恩只兩隻南方狗會怕冷 吸引不了這裡的冬天 沒想到貝爾和萊恩非常喜歡雪 你看 貝爾覺得他是一個Husky 他不知道他是一個中華千年犬 這裡他們有一個小餐廳 但是我們讓他們先自由活動一下 在奧利什麼區域 只不需要見狗生 都有明確的規定 但在冬天牧場被雪覆蓋 農民也不用牧場 所以能讓狗狗在這裡自由玩耍 你們覺得這兩個南方狗喜歡雪嗎? 我們要去吃點東西吧 玩完了 我們去吃點東西吧 大部分餐廳都有木屋餐廳 也是地道的當地特色 比如燉牛肉 麵包餃子和酸菜等等 都是很適合冬天補充能量的美食 而且餐廳的暖氣非常粗 也不用額外給狗狗們穿衣服 現在最開心的時間來了 你覺得我更快和他們更快 貝爾和萊恩知道要滑雪腳的非常的啟動 感覺他們的四輪舉動 肯定會贏過我 我會滑得慢一點 要注意狗狗和周邊的情況 除此之外 就是盡情享受 和狗狗一起玩耍 我會比較有趣的 我們下次再見 總算沒有像徒步那隻輸給萊恩 哼哼,你們以為有四輪舉動就好死了嗎? 我們直接滑到了停車場 很方便吧?是不是很好玩? 玩得這麼開心,貝爾和萊恩回到家 肯定會學得超級像 如果你們也想來這裡玩 評論和彈幕告訴我 我就把具體的第一次評論分享給你們 看完這個視頻,你們覺得他們喜歡學嗎?怕冷嗎? 謝謝 謝謝